我们现在将银河洗换成中国的一个城市的大小,那一切的数据都会发生改变,这样换算以后,太阳离地球的距离就只有一个天文单位的距离,这就是天文学有趣的存在,很多时候很多有趣的事情都会在太空发生。 因为这个小女孩书柜里的人就是她的爸爸,但是她爸爸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于书柜,而是在思维空间里,这个思维空间的另一边,正好是她女儿的书柜,这个爸爸就是因为飞传出了事故,从执行任务的星球中掉落进入思维空间的。 可见宇宙的奥秘真的是奇妙极了,在太空中的很多运动都是跟地球不一样的,地球上的最快的飞行器,飞39年,才飞输不到两毫米的距离,这真的是不可思议了。 那么言归正传,银河系如果换算成城市大小的话,太阳就相当于显微镜下的一颗病毒大小了,还要用显微镜才能观察到,地球的大小也跟太阳差不多了。 我们这样去做比较的话,可以更好的让大家都直观的了解到我们生活的环境,也能更认真的对待我们生活的环境。 毕竟在大自然面前,我们真的都是很渺小的啦,更何况是整个宇宙,那我们更是渺小的不得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